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比赛过程当中运动员需要将篮球投入篮框来进行得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篮球在空中当中的运动轨迹 是从运动员的出手点到篮框的这样一条连接的弧线 那么当然得是在你投中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仔细分析篮球在空中的运动 那么它不仅仅要向着篮框在水平方向上进行运动 那么同时它还在竖直方向上有这样一个上升跟下落的过程 所以这样一来篮球的整体的运动就可以看作是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两个方向的运动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Two Dimensional Motion 好我们再看右边这幅图 那么在赛车运动当中赛车过弯的弯道部分可以理解为圆周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赛车在水平面内做这样一个圆周的运动 那么我们叫做Circular Motion 那么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Two Dimensional Motion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是研究Projectile 也就是抛体运动 那么不管是对于篮球也好 还是我们平时丢的任何物体也好 那么它们都可以归类为Projectile Motion 好我们水平方向丢出一个物体 那么在物体下落的过程中 我们用一台摄像机每隔相同的时间对这个物体进行拍照 在这幅图里面 我们红色的圆圈代表我抛出的物体 那么在物体抛出下落的过程中 我们同时沿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去用灯光照射这个物体 那么这样一来就会沿着这条虚线和我的Y轴上面形成一系列的投影 那么我们分析 这些投影 在水平方向上 我每隔相同的时间间隔 我的小球在水平方向上的投影 也就是说 它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内走过的距离是相同的 那么同样的道理 相同的时间内 我在竖直方向 也就是Y轴上面的投影 走过的距离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大锤同学 我请你来分析一下 在水平方向上 小球的投影 它的速度是如何变化的 在竖直方向上又是如何变化的 在水平方向 小球的速度是不变的 在垂直方向 速度越来越快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锤同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们要想研究物体运动过程中速度如何变化 那么我们通过受力的分析来研究 物体在受力的过程中 它的速度才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这里面 我沿水平方向丢出这样的物体 那么物体在出手了之后 它就不受到手的控制 那么在整个由出手到下落的过程中 物体紧受重力的影响 来改变它的速度 那么由于重力它的方向是数值向下的 也就是说我在水平方向上 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力来改变它的速度 所以水平方向上 每隔相同时间内我走过的矩直相同 也就是说我们大锤同学说的一个匀速直线移动 那么同样的情况 在数值方向上 由于重力的作用 我的小球的投影是速度越来越快的 那么这样一来 数值方向上的运动 就是一个在重力加速度作用下的云加速运动 也就是uniform acceleration 好 那么大锤同学 我想请问一下 你的身高大概是多少 老师 我一把五 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 大锤你想多了 光有身高也不行 你如果篮球打得好 投得又准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女孩子 我平时经常看到你 往垃圾头里面丢东西来练投篮 那么今天 就用two dimensional motion 来教你如何投得更准 更稳 按照大锤的这个身高呀 从这个位置 丢一个物体 那么大概高度是 1.6米 如果我将这个物体 沿水平方向抛出 那么它将具有这样一个 一个出速度 就是initial velocity 那么我们的垃圾桶 目测距离大锤 3.5米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我们的出速度需要多大 才能够稳稳地将物体 丢到垃圾桶当中呢 老师 我平时没想这么多 全靠手感 你快教教我吧 这样一个问题呀 我们可以这样去分析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 two dimensional motion 实际上就是水平方向和数值方向 两个方向的运动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先考虑数值方向 然后再考虑水平方向 我们丢出去的这个物体 它在落到垃圾桶的那一瞬间 同时完成了数值方向和水平方向 两个方向的运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刚刚分析了 水平方向的运动 是一个匀速的运动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 水平方向上它的距离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求出来 总共花掉的时间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求出 水平方向上 我一开始给它的这样一个出速度呢 但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既不知道出速度 也不知道所花掉的时间 那么通过刚刚的分析 我们可以转而分析 数值方向上的运动 那么在数值方向上 我们的小球 我们的物体 它以重力加速度做云加速运动 那么由于大锤的肩部离地面 大概有1.6米 那这样一来 我的小球要在数值方向上 完成这样一段距离 所花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云加速直线运动的公式 来求出来 这里面 我们云加速直线运动 假设 数值方向 也就是Y方向 我移动的距离 我移动的距离是1.6米 那么 它跟我的数值方向上 运动的时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这里面 我们 我们以 加速度A 进行 云加速直线运动 出速度为0 这里注意了 数值方向上 我们一开始 是没有运动的 所以 我们得到的式子 是 达到Y等于 1.1 AT平方 这样一来 我们把1分之1乘到等式的左边 把加速度除过去 再开根号 这样一来 就会得到我的时间的公式 也就是说 在我们已知 大锤肩部离地面 大致的高度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 将这个高度 带入 数值方向上的位移 也就是二倍的 达到Y 这样一来 结合 数值方向的 重力加速度 就能够求出 整个运动过程 所消耗掉的时间 这样一来 运动过程当中的时间有了 那么 我们运动 水平方向上 走过的距离 也有了 那么 因为水平方向上 是一个 匀速的运动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求出 水平方向上 我们出手那一刻的 出速度 是多少 那么 我的出速度 就应该 等于 水平方向上的距离 除以 运动过程中 所消耗掉的时间 那么我们 带入数值 分别计算 首先 计算时间 把1.6 带进去 那么最后 得出 我的时间 大概是 0.35秒 那么在 0.35秒的 时间内 我们走了 3.5米 那么这样一来 我的速度 大概等于 10米 也就是说 我们大锤同学 要想把垃圾 稳稳地丢到 3.5米 远的垃圾桶内 我们水平方向上的速度 应该要有 10米 老师 那如果我出手的时候 速度太快了呢 如果出手太快 也就意味着 我一开始的速度 比10米 每秒要大 打个比方 出手的速度 变成了 15米 每秒 这个时候 我们已知了 出手时的速度 那么由于 大锤的身高 并没有发生变化 它出手的位置 始终是距离地面 1.6米的地方 那么根据 刚刚我们的分析 我们丢出去的物体 它在空中 运行的时间 如果我们 分析 速值方向上的运动的话 是不是 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们还是将 1.6米 带入到 公式当中 算出来的时间 仍然是 0.35秒 但是 我们现在 初时的水平方向 速度 加快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 花的相同的时间 用更快的速度 走过的水平方向上的距离 是不是应该 更远一些 那么这里面 我们把 上面这个式子 重新带入一下 把15米每秒 作为我们的速度 那么15米每秒 乘以我的 0.35 得到的 新的位移 应该要比 3.5 要大一些 那么 我们 带进去之后 算出来的距离 差不多是 5.25米 这样一来 大锤同学 丢出的这个垃圾 不仅没有进入到 垃圾桶内部 反而还有可能 砸到前面的班主任 这样一看 我们大锤同学 只需要控制好 出手的 出速度 那么就可以保证 我丢出去的垃圾 能够稳稳地 丢到垃圾桶里 在篮球场上 也是一样 如果控制好了 出手的速度 那么这样一来 就能稳稳地 进入篮筐了 老师 我又没有那么高 投篮的时候 怎么可能平推啊 我肯定是往上跑啊 好 大锤同学说的呀 那么在我的 这个例子里面 我只要控制好 水平方向上的速度 就能够控制 我丢出去的物体 是否能够落到 我想要落的位置 那么篮球也是一样 只不过呢 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是以 一定的角度 来投出这个球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需要控制的 就不仅仅是 我们的出手时的速度 同时还要考虑 出手时的角度 把这两个方面 控制好了 那么同样 我们就可以 投得更准 更稳 今天啊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内容就先到这里 想要了解 更多的物理知识 请关注 爱特精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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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